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最后一节 也就是三十一节 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六日 牧师把今天早上分享的经文交据在几个字 就是上帝所造的都甚好 另外的说法是可以这么说 上帝所造的都非常好 非常好的意思就是超出的好 超越的好,极度的好 圣经里面描述神所创造的每一件都说好 神看着都说非常好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指祂很满意的意思 神所创造的跟人所创造的东西不太一样 我们人也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也可能会说是好 可是人所造的东西至少会出现两个缺点 也就是有不完美的地方 第一个人在制造产品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 也破坏了其他的东西 例如一件尖端的科技产品 在制造过程当中 它也产生许多污染物的东西 这会影响到许许多多的层面 范围可能也很广 有的甚至于要经过非常长的时间 才出现那可怕的后果 第二个人制造的单一产品 不见得能够跟其他的东西能够相互的协调 神创造的每一件东西都相互的协调相互的依存 可是人在创造产品的过程不见得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果效 例如人创造武器 武器的目的在做什么 它是一个非常可怕具有破坏力强的一个产品 或者说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 饮食的产品当中 商人为了使这个产品保持它的新鲜度 它有可能添加了其他的化学基物 这些东西对人体长期以来累积到的成果 也会产生不好的一个效果 然而神所造的事物当中 每一件都是极致的东西 都是非常好的受造 而且创造的过程没有一点瑕疵的来产生 它们是相互的依赖 有个别的特质 又相互依存 彼此和谐的生存 这个经文让我们思想 人这一生当中在每一个阶段 神仍旧在你我的生长过程当中继续创造 也继续维护着 神引导我们 神引导我们给我们机会 神引导你的道路 即使神引导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 有出现状况的机会 有病痛 有分离 有苦难 但是每一个阶段都有祂的旨意 到后来环环相扣 神在整个的一生当中 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图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神所创造非常好的一个受造物 请问你愿意允许神亲自在你一生当中 引导你每一步每一个计划吗 还是你想要企图抢夺这个受造的过程当中 按着你的旨意 不想按着上帝的旨意 来行走祂一生为你预备的道路呢 你认为哪一个好 或许这值得你今天好好默想 这短短的一句话 神所造的看为都甚好 祝福大家有受祝福的一天